川普已經是美國總統呼聲最高的一個候選人了 美國製造的這個概念 就會是我們未來所要去關注的一個焦點 以一個醫藥的生技族群毛利率超過5成的一家企業來看 25倍的本利比說真的也不算是太貴的一家公司 前進擂台賽 台股PK戰比誰更會賺 換到今天的前進擂台賽 我是今天的股市賽評陳武傑 最近這個亞洲生技大漲即將在7月25號展開了 那我覺得不免俗的 這個在今天我們就要好好來跟人家PK一下 PK到底生技股裡面 哪一個產業呢 會是接下來的大家的焦點 那當然講到這個焦點之前 我們要特別提到川普 已經是美國總統呼聲最高的一個候選人了 那以川普的這個所謂的美國偉大的這個政策之下 那當然這個美國製造的這個概念 就會是我們未來所要去關注的一個焦點所在的 那特別我們在這次的這個生技大展裡面 比起往年的話 這個超過三倍以上的這樣的一個規模 所以在這次的展覽裡面 我們會特別關注所謂的CDMO的這樣的一個議題 這個所謂的製造委託製造 其實你不難去想像台積電的晶圓代工的概念 我想這個大家就可以了解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好好來跟人家比較一下 以台灣的這個市場裡面 目前在整個委託製造代工的部分 首先的話當然就是我們的生技股王 紅方選手代號6472的寶瑞 最近在去年來到千元之後 這些股價也沉寄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了 那最近到底有沒有機會 持續的往歷史性高來做一個挑戰呢 再來的話 在我們藍方選手的呢 是4746的台藥 也許寶瑞大家會覺得說太貴了 買不起 那有一個特別幫大家點名的一檔 也是在這一兩年 特別在CDMO的部分 這個佈局相當積極的這家台藥 近期股價才100多塊錢附近 這個持續在做一些盤整打底 那到底未來有沒有機會來突破呢 我們就趕緊進入今天的前進雷台散 再能趕緊進入了第一階段的比較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家公司本身的財務面狀況是如何呢 來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寶瑞近期的一個狀況 好 寶瑞其實作為全台灣最承證的CDMO的概念股 其實整個餘印的狀況算是相當的穩健 特別在整個CDMO的市場 還有這個銀售銷售業務的 兩大事業體的穩定成長 其實在今年的第二季整體的營收 已經創下歷史新高的表現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想從整個上圖各位 這個很明顯看得出來 他幾乎在基本面的財務狀況的話 是碾壓台藥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台藥的部分 當然也不能說他不好 只是說相對來看的話 整體的營運狀況 還是比較相對比較不穩定的 從往年的財務狀況來看的話 常常會出現這種所謂 賺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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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說 整體的營運還是持續的溫和的獲利成長 那但是呢 因為波動來的比較大一點 相對於寶瑞的部分 就相對的弱勢了一下 不過隨著近年 整個醫藥業務的強勁成長的話 毛利率也開始逐漸出現的改善 那也預計在今年第二季 有機會出現轉虧為盈的表現 好了 那看完了第一階段的比較 我們趕緊進入第二階段的比較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家公司在2024年的 整個營運的展望是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對於這個寶瑞的部分 來擁有三座美國生產基地 所以在這樣的概念之下的話 寶瑞呢 其實在今年算是摩全霍霍 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 已經收購了美國的百年藥廠 USL這個完成了 那6月份的話 這個再接再利在收購的美國生機公司 吳俊智劑廠 再加上本身既有的這個生產基地的話 這個已經來到了三座生產基地了 特別是這個USL代工的業務的話 在今年的第三季就要開始來做發酵 而且明年的話 整個營運的貢獻 就會有大幅度成長的一個可能機會 在吳俊智劑廠的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也通過了美國的FDA的一個查廠 那取得了美國、韓國、澳洲、俄羅斯 多國的醫藥監證的認證 對於未來的成長確實是相當值得期待的部分 再來的話 5年的計畫啟動 寶瑞說他要在2024年達成百億的營收 結果呢是提前在前年就已經完成 這樣的目標的一個挑戰了 所以在2024年公司不得了 他直接喊出怎樣 要到2029年 他們要來到了翻倍的表現 我想這個是相當具有豪情壯志的宣告 那也確實 公司其實在整體的營運規劃的部分 透過國外廠的併購 而且國內廠的部分 整個營運的可能也不斷的開出 特別像今年台南廠的部分 接單就相當的優異 甚至呢 景德廠的部分也取得了FDA的藥證 那也預估在第二季到第三季 已經開始出貨美國了 所以在種種的這樣的利多之下 我覺得今年的下半年 確實是寶瑞相當值得關注的一段時間 OK 這個產品組合的轉家 這個其實我想每一家公司 他們對於營運上面的波動 當然多少是難免 那寶瑞其實也不例外 這個上半年當然因為了 新的衛藥市場 因為寶瑞本身旗下有一款 寶勝衛食道逆流的用藥 那因為有新的競爭者的加入 所以在今年上半年的 這個營運上面來的有點波動 不過呢 公司在下半年部分的話 目前手中 這個也有 7個新的產品即將要規劃上市 要來擬補會食道逆流用藥的損失 所以基本上 那法人預估的話 今年整體的EPS的預估 至少都可以超過 32塊錢以上 甚至高標有望來到了40塊 確實是相當值得投資朋友 持續來做關注的 不要忘了 他目前股價還不到1000塊 以一個醫藥的生技族群 毛利率超過5成的一家企業 來看25倍的本利比 說真的也不算是太貴的一家公司 OK 好 那台藥的部分呢 來 這個也是公司在這一兩年 我們剛才一開始就特別強調了 所謂的CDMO的這樣的概念 所以公司也收購了北美CSHEM這一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的厲害地方 當然不是只有說 他有能力做一些委託製造以外 特別是公司旗下的一個 ADC的CDMO 或者所謂的抗藥物複合體 這個東西呢 算是癌症藥物的新的趨勢所在 他可以去精準的殺死 癌細胞 而不是像過去可能化療 這個大片殺人 好的壞的全部亂殺一通 所以這一項的這個技術 也獲得了現階段 我想整個醫藥界大家廣泛的一個應用 配合公司的這個營運 在今年也擴充了5倍的一個殘能 那也預計在今年的這個第三季 即將要來做一個營運的 所以對於公司來講 確實在這個部分 今年下半年第三季之後 這個持著投資朋友來做一個關注 再來原料藥的業務衛生 這個公司營運的波動 我想當然都是難免的 不過在整個後疫情之後 公司旗下的 擋固醇磷酸鹽的需求 也開始出現這種接單滿載的狀況了 那預估在今年 也會有雙位數的一個成長 所以原料料業務的回文回升 給公司的營運上面 我想打了一個強心劑 再來自主開發的學民藥取得藥證 旗下的抗乳癌注射藥劑 這個部分的話 算是台藥為這個原廠以外 首家拿到藥證的學民藥藥證的公司 目前其實也得到了我們健保署的核可 這個美季的話是高達了8612塊 他即將在今年第三季要開始開賣了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 在美國的部分的話 他其實也取得了美國學民藥的藥證 在土耳其的部分的話 也完成了簽署的合約 目前的話已經在進行產品的註冊了 歐洲的部分的話已經完成了授權 預估在明年2025年 就要正式的上市了 所以新的武器就已經準備要來開層掠地了 我覺得對於公司在今年下半年部分的話 確實值得投資朋友來做一個關注 所以今年整體來看的話 整個法輪圈大家還是會預估 他會持續的往上來做一個增長 法輪圈目前的預估 這個EPS的話低標的話大概在3塊錢 高標的話算在5塊錢 以目前這個股價大概才110塊 到120塊錢 附近震盪的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說真的也不算太貴 大概就是跟寶瑞同樣的這個 應該價格水準的一個狀態的利益 好啦那結束了前兩回合的比較之後 我們趕緊進入第三回合 我們來看一下短線上面 目前呢整體的技術面 跟籌碼面的變化又是如何呢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寶瑞的部分 來呢寶瑞呢其實在近期 上禮拜正式的完成這個天拳席 那股價在去年7月份見到歷史新高 1030塊之後 其實也長達了一年的時間 這個高漲震盪期了 那其實還原全值的話 股價其實已經改寫歷史新高的表現了 不過從整個技術面上來看的話 整體的籌碼面儘管在近期 這個不能說他沒有表現 只是表現的比較溫吞一點 可是從籌碼面的部分 我們倒是很明顯的去感受到 就是說 在整個整理震盪走高的過程當中 法人持股是不斷的往上來做一個提升 然後呢散物持股呢 是不斷的往下來做一個下降 所以也就是什麼 我認為他在未來的千元股價 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配合公司營運的成長 跟未來公司的這種 營運的併購之後的爆發力的話 我倒認為千元股價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那特別在充滿面的部分的話 也是持續來做一個加分 台藥的部分的話 相對於保瑞 這個股價就來的比較溫通了一點 其實可以從技術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這個台藥 他從整個股價上面的走勢來看的話 就是以我們這個業內的習慣 代表什麼 這個公司派是比較不喜歡做股票的一家公司 所以你看這個股價大致上都是呈現這種 所謂高檔的區間整理 區間不會太大 但是如果以他未來基本面的營運成長的話 其實我們倒是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籌碼 沉澱之後 醞釀下一個階段的開始 只是這個下一個階段的開始 是什麼時候 他可能就要觀察後續的這個營運上面的表現 那以短期面的部分的話 儘管他目前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產物的籌碼有持續往下來做一個下降 但是 法人籌碼上升的速度就沒有來的 比寶瑞更加來的積極了 所以因此從整體的這個短線的爆發性來看的話 我倒認為寶瑞的這個爆發性 可能還是為優於排耀的這個表現 好了他結束了三圍合的比較之後 我們就趕緊來幫這兩家公司來打打分數吧 來首先寶瑞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公司的營運的安全度來看的話 我認為問題所在可能就是說 目前的本利比他25倍左右 我們剛才提到嘛 不算貴但是也不算便宜 所以呢 財務上面安全性的話 我給他3.5顆星 那成長性的部分的話 這個基本上在全球老年化的狀況 那特別 臺灣在整個性價比的部分 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競爭的優勢 再加上公司的這個五年計畫 這個全球的併購 這個的持續往上來做一個增長 所以成長性的部分的話 也倒是給他4顆星的表現 那爆發性的部分呢 隨著近期股價要來挑戰歷史新高了 在半導體退位之後 誰有望來接放市場上面資金的多頭人氣 當然生技股 我覺得配合7月25號這個生技展的一個開幕的話 確實是具有挑戰這個千元股價的一個條件 ok 好 再來臺耀的部分的話 安全性呢 這個我覺得就給他大概比較低一點 當然不是說公司的營運狀況不好 而是他起伏來的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投資朋友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到底他的這個新產的新開發的一個狀況 我們要持續來做一個追蹤 那成長性的部分 那你今年他的這個營運成長的部分 依舊還是值得期待 那只是說因為今年的第一季 公司還是處於一個比較虧損的狀況 再加上 在整個代工的市場裡面 其實我們長期在做些觀察的話 有時候他常常會進入一個所謂的 大者很大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呢 在他在初期的 跨路的過程當中的話 他的競爭的壓力會來的比較大一點 所以因此我們就會稍微 給他低點的分數 三顆星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那爆發性的部分呢 我們給他3.5顆星 因為這個部分我覺得牽扯到的是 公司整體的 這個股價的企圖心 股價企圖心的部分 可能會是比較大的一個關鍵 儘管公司可能在 今年的第三季的部分 所以這個ADC的這個產品 即將要開始進入出貨的狀況的話 確實投資朋友可以來做一個值得期待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以這兩家公司 目前統合下來的話 我算是保瑞 目前來看的話 是伍杰心目中的第一個首選 那如果說 短線上面的投資介意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說 公司的一個規劃 種種的跡象告訴我們 就是說 公司在今年的第三季 整個營運的話 會開始出現比較屬於 跳躍式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們要去觀察 就是說新廠房的貢獻 是不是如公司的預期 市場上預期一樣 持續往上來做一個增長 這個是屬於基本面 我們要去做一個追蹤的部分 那台藥的部分呢 營運上面波動 它會是一個比較 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還是屬於賺利季 虧一季 這個部分 目前公司 還是沒有辦法來做一個克服 所以短線的技術面的部分 你會發現大概就在115塊 到122塊的步驚的話 呈現高檔的相形區間 可是呢 以我們過去的經驗來看 像這種股票 那他常常會用基本面來追 這個來推升股價上面的成長 也就是說什麼 你在操作這樣的股票的時候 他可能會去做一個預期上面的 爆發 像是這樣的股價 就我們長時間在股市裡面的慣性來看的話 你可以用比較屬於追價式的方式 來做一個操作 不然的話 你可能覺得說 基本面不錯啦 可是股價就會持續的在做 這樣的一個鬼混的狀態 所以在操作上面 你可以等到他正式的帶量突破之後 直接來做一個追價 代表什麼 代表已經有人提前在壓保他 未來營收上面的爆發 營收上面的成長 OK 這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了嗎 好啦 所以對於今天的評價 今天的分數 是不是如你的預期一樣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甚至你有想辦法了解的產業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的 記得訂閱 按讚加分享 並且打開你的小鈴鐺 前進聯台賽 我們下次見 沒有 要不要再去 我 這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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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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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